欢迎收看本周华尔街周报 由华语电视为您制作播出的财经讯息节目 带您掌握一周财经大事与美股动态 我是主持人文威廉 过去这个星期市场投资人主要在关注美国 与加拿大举行的高级别贸易会谈 双方希望能够重新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不过连续谈了两周之后都是无果而终 市场预期美加会谈还将要持续数天 甚至到数周的时间 而川普总统也已经表态了 就算加拿大没有加入 也会与墨西哥签订协议 而受到此消息影响 道指这个星期并没有出现太大的表现 是小幅震荡的格局 但是另一方面科技类股就表现疲弱了 在周三的时候 由于推特的执行长和脸书的营运长到国会作证 讨论网路干预选举以及社群滥用等等的议题 市场忧虑未来美国的国会监管将会更深的来监控社区媒体 社交网站股票在文身重挫 当天科技类股是创下了超过一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而隔天科技股也再度是表现最差的类股之一 从网络类股到晶片股卖压都相当的沉重 而到了周五呢 因为美国八月份的就业报告显示工资大幅的上升 引发了美联储可能升息的担忧 收盘时三大股指都是下错的 道指最终下跌了79点 收报在25,916点 标普败指数是下跌了6点 收报在2,871点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0点 收在7902点 而在刚刚过去这周 经济数据与企业消息方面 由于进口创了新高 美国七月份的贸易赤字大增近10% 创了五个月以来的高点 而另外人力资源服务公司ADP就发布了数据显示 八月份私人企业的新增员工人数 为去年十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 主要是因为在劳动力市场紧俏的情况之下 大多数的行业难以填补 恐缺 接下来就一块来看看 过去这周重要的财经讯息 美国人力资源服务公司ADP报告显示 八月私人机构新增职位16万3000个 少过市场预期 七月新增职位也下修至21万7000个 包括制造业和建筑业在内的商品生产 行业就业人数增加24000人 也是去年十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 服务业就业人数增加13.9万 该数据显示 八月份企业招聘势头放缓 因为企业可能担心贸易纠纷不断升级 或担忧在劳动力资源减少情况下 难以招聘员工 另外 劳工部今天公布的上周新申领失业援助人数 也反映劳工市场表现强劲 上周首身失业救济人数减少1万人至20万3000人 是近49年来最少 数据显示 四周平均新申领失业救助人数减少2750人 降至20.95万人 同样是近49年以来最少 商务部周三公布 美国7月贸易赤字上升近10%至501亿美元 创下5个月的高点 6月赤字为457亿美元 华尔街分析师平均预估 7月贸易赤字为504亿美元 其中 7月进口上升0.9%至2612亿美元 创新高记录 7月出口则下降1%至2111亿美元 仍接近记录高点 出口产品中 黄豆仍大幅高于去年同期 许多外国买主为锁定价格提前进场 今年前7个月 美国贸易赤字累积为3380亿美元 去年同期为3160亿 目前为止 美国对外国产品提高关税 并未能抑制贸易赤字 总统川普对中国与加拿大的强硬谈话 也并未产生效果 美国7月对中国贸易赤字上升至接近370亿美元 创新高 美国贸易赤字持续上升 原因在于美国人的财务状况 较其他国家的消费者为家 美元走强 也让进口变得较为便宜 商务部今天发表的报告指出 全国建筑开支在7月份 录得轻微增幅上升0.1% 远低于经济师的平均预期 因为住宅项目及公共项目投资的增长 都被私人非住宅项目开支的跌幅抵消 6月份的全国建筑开支 经过修整之后是下跌0.8% 在分享数据方面 私人住宅项目开支 扭转之前连续两个月的跌势 在7月份出现反弹 上升0.6% 虽然住宅方面在7月份出现改善 不过整个建筑业界的前景表现 仍然是有滞后情况 建筑商普遍继续认为 成本增加的趋势仍然没有改变 发展用地有限 建筑工人短缺 加上建筑原料价格上升 都影响了业界的表现 在今年上半年度 住宅发展投资就出现收缩 私人非住宅项目 即是包括工业厂房 以及发电厂等设施 在这一方面的建筑开支于7月份下跌1% 是自去年8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 消息人士指出 阿里巴巴已经接近 与俄罗斯互联网公司Mail.ru的主权财富基金 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RDIF达成合作协议 Mail.ru原本叫做数码天空科技 是俄罗斯的大型互联网公司 拥有当地的多间主要社交网站 以及当地最大的邮箱门户网站 视频通话软件 以及即时通讯服务等等 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由俄罗斯政府成立于2011年 主要针对俄罗斯经济进行股权投资 基因的目标是成为外国直接投资俄罗斯的领导者 以及催化剂 报道指出 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的参与 显示出俄罗斯官方对计划成立合资企业的支持程度 有俄罗斯方面的有关人员表示 这个是一项重要投资 是数码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 在使用加勒市公司被沙门市军污染的蜂蜜蜂味麦片之后 又有30人感染致病 总数达到130例 已扩大到36个州 截止9月4日 美国已有36人入院 但没有死亡情况 特拉华州 缅因州和米尼苏达州为新增发病州 由于感染沙门市军的潜在飞险 加勒市公司已于6月决定从30多个州 招回约130万蜂蜜口味麦片 但污染麦片在某些地方仍在销售 病例的爆发处于3月3日与8月7日之间 加勒市公司已停止向零售商运送新的麦片 并在声明中承诺将为购买疑似感染麦片的顾客 可以全额退款 接下来要把镜头转到新兴市场 美约持续的走强 再加上距离美联储9月升息预见的逼近 本周新兴市场继续延续了上周的抛售潮 尤其是以土耳其 印尼 南非 巴西等新兴市场的抛售状况 最令投资人感到忧心 甚至富时新兴市场指数更是直逼了熊市 虽然新兴市新兴市场的货币广泛出现了小幅度的升值 像是巴西的里纳 南非的兰德 印尼顿等等都分别有小幅升值 但事实上今年至今巴西里纳已经暴跌了25.28% 南非的兰德跌了近20% 印尼顿也跌了9.88% 在货币贬值的压力之下 MSCI新兴市场指数也出现了大幅的撤资潮 今年以来总市值已经蒸发了近1兆美元 濒临跌入熊市 而这个时候就有专家建议新兴市场可以危机入市 花旗私人银行全球投资委员会在报告中就重申其加码新兴市场的立场 偏好亚洲还有拉美新兴市场 那么新兴市场的教父莫比尔斯也跳出来了 认为现在是一个良好的时机 但事实上新兴市场也充斥着不小的风险 究竟投资人该如何面对濒临熊市的市场呢 以下是我们的整理报道 阿根廷和土耳其货币危机所引发的新兴市场资产抛售 已经延续了数周 在本周三9月5号又创下另一波的高峰 此外印尼顿狂扁对美元汇率跌至20年以来的低点 印度卢比也下探历史低点 MSCI新兴市场指数已逼近了熊市 新兴市场正深陷巨大的风暴当中 加上土耳其的通膨率飙升至18% 阿根廷央行则将基准利率从45%大幅上调至60% 以阻止批索持续走遍与外资出逃 诸多现象来看 这些体质较差的边境新兴市场 正在遭受强烈的卖压侵袭 而这股卖压主要就是来自于美元升息之后 美元走强的国际货币情势 这些新兴国家因为美元走强 形成了本国货币贬值的压力 加上美国对土耳其祭出惩罚性关税之后 新兴市场波动加剧 情况已经演变成类似1998年的压洲金融风暴 投资人开始担心危机蔓延 而为何新兴市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美元加息周期的黑洞呢 答案是经济和金融过度依赖美国和美元 是其无法逃避的宿命 而美元走强也造成这些新兴国家债务被迫提升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估计 新兴市场债务高达3.7万亿美元 美元的升值持续让新兴市场沉压 土耳其和阿根廷则是新兴市场最脆弱的前线 不过对于目前面临的撤资潮 新兴市场教父莫比尔斯表示 他此时看到的是机会 与莫比尔斯看法相同的 还有高盛贝莱德和富兰克林邓普顿 等投行的策略分析师 他们建议现在是进入新兴市场的一个时机点 理由是新兴市场估值低于美股 且GDP经济增长快速 然而Marketwatch的专栏作家Howard Gold 格登指出投资人或许不该在这个时候进入市场 格登说从数据来看 新兴市场仍处于一个长期的雄市 另外新兴市场的长期波动性远高过美国股市 加上这些市场虽然有快速的经济增长 但并不代表股市将会有良好的回报 以及近期贸易战造成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 此时进场必然有一定的风险性 格登建议如果投资人想要进入新兴市场 可选择投资新兴市场比例较少的ETF 例如Vanguard FTSE出美国以外的全球ETF 这档ETF的新兴市场比例为20% 这样的风险已经非常足够 贸易紧张再加上新兴市场的跌错 对本周的股市构成压力 标普500与NASDAQ自记录的高点下跌 分析师说 目前市场有着许多的不确定性 虽然美国的经济基础雄厚 但是各地乌云密布最终也将会冲击到美国 再加上美国政府将对中国商品 祭出新一轮的关税 都将会影响着股市以及经济情势的发展 好的 以上就是本周的华尔街周报节目内容 提供给投资朋友您做个参考 祝您投资顺利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